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謝謝市民給我的分享 我想各位你的心在哪裡 是不是在你的禮拜之上呢 接下來還有我們的前會大夫們分享 今天有帶一位 謝謝大家 謝謝 這像這像是 南韓主持還有今天導播 大家有關 今天上台是因為他 那麼我要分享的是 其實現在寵物在家庭是有一席之地的 那這一席之地是有他的功能 在我們家呢 在他來我們家之前呢 我們家有兩個 我們跟我們先生有四個人 我們的對話是 父母親對兒子是 你應該要怎樣 你要怎樣要怎樣 自從他來的家 來到我們家之後 我們家不管是孩子對貓 對父母親還是我們對孩子的 因為透過他 常常 因為我要講的時候 常常因為要聊他的事情 所以我們的意氣轉圜了 家庭呢 家庭的氣氛呢也改變了 那除了這一點之外呢 我們曾經去 就是說其實應該是說我們 因為養這個寵物 所以常常到寵物店去 去寵物店跟去買家庭用品的 那個福利中心啊 是截然不同的 現在去購買這個生活用品呢 大概是把重要的幾項買一買 大概花幾百塊 那現在寵物店已經不是了 大概一兩千塊 說實話每次去買一些東西的 大概就是要一兩千塊 所以像寵物在家庭上 他真的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地位 那還有呢 因為我先生他最近呢 對這個國學書非常有興趣 也也讀了蠻多的 所以他裡面 他有一次他跟我分享說 這個金書裡面有寫 他說 這個那個 尤其是家是這種寵物啦 他說 他在下一次 他就要轉換成人了 所以我不曉得呢 當然這個 我是由我先他這樣跟我分享的 所以我們去趕快觀察 他是 我們剛剛一直在討論說 我們講的話 他聽懂不懂 其實 聽上去是說不懂 但是因為我們的直覺 他是懂的 或許像我們剛剛講說 因為是我們的態度 我們的武器 讓他去混變 那但是 我蠻肯定是他是聽懂的 那 重要的是 我們家的貓超可愛 因為 因為 帶他來的目的 是希望說 我要告訴你說 起先我是非常的不喜歡的 但是因為他的關係 所以 不只說 讓我們家庭的一個 德論之外 因為我覺得 讓我覺得 我是對這個生命的尊重 所以你們 如果不喜歡到現在 我們去摸他 好 那這個是 跟大家一個 一個 一個競爭分享 好 謝謝 謝謝